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有著我不求 有求的煩惱 住心不常 一無所得 來著我不知 此在結婚 曲折我 不留 住保 我吃我愛我敬我慢 因為都有加一個我 所以跟這跟第七有關 今夜的三尾 三尾那些的腳四股 就是跟這幾個有關 這是新鎖 相應新鎖 第七的細的相應新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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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拔掉,這個荷蓋的水流,這麼漸漸不漸漸 所以說,這樣分成三段,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 這三段是不是會同時停呢? 會同時停嗎? 不會 因為,有慣性 不然,現實生活,我們也是停好在 譬如說,我們在車上,坐在車上 突然間有車去撞到人家,就停了 但是,車上的人還有慣性會往前衝 對嗎? 所以,車停下來時,人還要往前衝 不只說,安全帶要綁好 不然,車一撞到人,人就衝出去了 衝出去了,就一撥下去了 所以,為什麼要綁穩全帶,這樣知道 就是慣性 不只要綁穩全帶動的浪、水流 突然間封停下來 突然間封停下來,浪還會往前衝 還會 所以還會衝一段時間 但是,是不是會慢慢地停下來呢? 會 因為,因為這已經停下來了 所以,這叫做所從 跟所緣 所從滅,所緣也會跟著滅 這是風,這是浪 風停的浪也就會跟著停 所從停的所緣會跟著停 所以,這叫做所從滅,所緣滅 所以,所從滅,所緣滅 然後,無名言行,行言士,事與民社 這兩個 這兩個 如果這兩個來講,當一個是所從 當一個是所緣 當一個是所緣 這個,這個是所緣 這個是所緣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這個就沒有了 再來,這兩個 這兩個當一個是所緣 當一個是所緣 這個是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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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沒有了,這個就沒有了 啊 再來,這兩個呢 上面這個是所緣 會是所緣 當一個是所緣 如果沒有那個就是所緣 會是所緣 這個,這些都所緣跟所緣 的意思 所以呢 每一個地方都有所從與所緣 每一個地方都有所從與所緣 所以所從應該是什麼 因 再來導致的結果有所緣 所以這個現象和這個現象是一樣的 和十二因緣的現象是一樣的 再來 這沒去這就沒去 這沒去這就沒去 所以到後來是反滅 就是涅槃 反滅 反滅的時候就是 就是這個人都要平 水流也沒去 這下的水流都沒去 就不再這樣流 就在涅槃 反滅 所以主因在這裡 主因在這裡 這那天 這那天喔 會卡到 會想停下來 那以 以為事來說 大分做三大 這大是到六塊 這大到七塊 這大到八塊 所以六七八 所以六七八 那以為事學來說 叫做六七因中轉 那 這個是從基本上在哪裡停的 等地 這個人在哪裡停的 八地 這 可以留住 什麼時候徹底停的 佛地 所以這三大分來齁 都要說三大阿森七吉 這第一大阿森七吉 這第二大 這第三大 所以齁 要受到身份 要經過齁 三個改大就對了 三大阿森七吉 這三大阿森七吉 那這三大阿森七吉 這三大阿森七吉 那三大阿森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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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家好像不知道要收多久 不是這樣的意思 那是三個層次的意思 第一個層次第2個第3個 那在這個時候叫做破分別值 他才開始叫做破巨森值 破巨森值 那什麼叫做巨森 巨森就是巨森的意思 巨森的意思 你要說比較淺白的就是天生 一般比較白話的就是天生 天生的就是從過去是帶來的 所以人家說 有的人是遺傳的 有的是天生的 天生的就是從過去是帶來的 這叫巨森 或天生 意思是一樣的 先天帶來的 先天帶下來的 所以主要的主要的種子的部分 前意識的部分就在7跟8這裡 所以這7跟8這兩個地方是一直都在的 我們說恆在 有時候無心位的時候只是第6意識沒有作用 但是7跟8都一直在 所以 一個巨森 天生的 好 好 那 第7就是在說這個 今天 這我吃我愛我見我慢 如果 就是 第7摩拉伊如果徹底不去的時候 這才相應心所就不去 還給它解脫 意思就是說已經風平浪靜 他已經風平浪靜的 第8 他就自然在庭 第8就自然在庭 因為第7沒作用了 第8就自然在庭 所以8地以後 成活就已經是至 我們說 此日可待 那就等時間了 為什麼呢 因為 第8算是習氣 第8時是因為地7帶動來 我就說人在走 會水流對照 所以人如果不走 那水流自然就停了 所以習氣自然就不意了 所以8有習氣是因為第7好意的 第7來解決 第8就解決了 那個時候就叫做虐盤 對 主要是在那 人家說 第7要無我 會比較算解脫 有時候我們會注意說 欸 那 是不是都已經一定是第6的影響 不是因為 你巨森子裡面有一個第6 巨森子裡面有一個第6 意思就是說 這個第6一定 不是在這裡就解決了 它要 它有現前的分別值 還有巨森的 巨森的就是說 你一直要徹底把7解決之後 它才算成功 它要徹底把第7解決之後 第6才算成功 所以不是把分別值解決之後就結束了 它要徹底把第7解決之後才算成功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大家在當地 這大家在當地 八地 所以 所以菩薩在八地 勝者 跟羅漢的事果是一樣的 解脫 解脫三解 所以 所以這個所在的話 還是要靠第6的巨森子 把它 第6的巨森子 破掉 然後 也把第7 拉平了 它才算 任務完成 所以第6的 什麼時候算 任務完成的 所以 就是慢慢的 特別停 這樣而已 因為他擦已經停了 擦停了 特別自然就會停 所以 他們的關係是這樣 所以第6 第6有兩種子 一種是分別值 一種是 橘順子 那 金田裡面都特別有說 要 要射受根本 待會兒我們看到這個名像 你就知道 什麼是 射受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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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有6根 6根對6層 前5根的部分 前5根的部分 前5根跟1根 1根 1根不一定是現前 1根可以對 可以面對過去的法層 跟未來 所以他不一定是現前 可以獨頭 可以獨頭 他所面對是第6的 鋸繩子 所以射受根本 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 比較粗的 有懼意識的 這由第6意識分別值來解決 再來是會獨頭 獨頭就是 有時候會飛上過去 有時候會 會 煩惱未來 我們說 我們說 妄想過去 跟 一直 擔心未來 都跟 這個有關 那 1根 1根 它是屬於 巨神的 天生的 既然是天生下來 那就跟什麼 第6意識的巨神 巨神之有關 所以 所以 射受根本有兩個部分 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 哪一個要生呢 當然是這個部分要生 先動掉 再來 把這個 弥平 那這兩個部分 那這兩個部分 如果 以我們的 活血的 山血來 說 這部分 各界比較有關 這部分巨神 巨神 就比較難 因為 因為 巨神 已經累積很久 累積很久 累積很久 有時候 有時候 外面 外面 撞掉得不夠 就是說 你心 要油 會 內裡 鑽得掉 好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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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想要把它撞掉 撞掉 因為這比較撞 當外面 一直在巡進來的時候 你 你不覺得說 內裡 這波桃 湘湧 但你這個撞掉 那裡 你才知道 原來 內裡 這樣 這樣 波桃湧湧 所以 你 你 湊湧的人 你開始坐的時候 裡面 波桃湧湧 你才感覺出來 不然 平常 我們都一直在巡外 現在 根本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潛意識裡面 咬動得很厲害 所以 為什麼人要 經過殘墊 就是說 你沒有經過殘墊 你不知道 你裡面 流在多厲害 因為 你一直在 從外面巡進來 所以你都沒有感覺 這個部分 因為是潛意識 潛意識 潛意識 就是 因為你 你初一直在進來 你沒辦法發覺潛意識 所以潛意識 要從哪裡知道 呢 殘定 這樣了解嗎 所以 為什麼 受傷要入神 你沒有入神 潛意識 你沒辦法知道 你要叫波桃湧湧 你不知道 你沒辦法 沒辦法知道 你過去做了 多少個月 你不知道 過期 做多少個月 你有可能 他來生 會再 會再 變出來 這樣 這樣了解嗎 因為 這 自己是要 自己是要改善這世 啊 怕就是怕說 沒開過 沒開過之後 來生 碰到境 他又變出來 這樣 這樣聽懂嗎 你如果說 我們這世 穿車改 我們生口夜景 不要去翻 大體還可以 所以 人天 人天聖還可以 但是 因為就是 你的潛意識 還沒改善 所以 有沒有解脫三界呢 沒有 這樣了解 對 對 對 就是 阿賴耶穌 來的種子 天生的 對 就是 阿賴耶穌來的種子 天生的 第六 第六 有分三二 第六也分三二 是第八五季 所以 所以 為什麼 要再 巨生子 要再破 巨生子 沒有破 怕來生 再變出來 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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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個 抽個是分別子 還是 登地是分別子 阿賴耶穌 翔克 又一直 收西瓜 如果他輸個 就是 跟八地 這樣 跟徹底解脫三界 但是 有的是 有的 你如果 路出國 或路登地 那就一定會解脫 因為已經路身位了 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 這已經 把他董起來了 這已經 把他董起來了 當然 這 雜板的改冠 是這樣 但是有的人 有的人 是 好像靠他董而已 他沒有定位 沒有定位 不是真的把他董掉 就是 意思就是說 只是占押著 沒有真的擋跳 所以什麼時候才算真的擋掉 呢 定位出來才算真的擋掉 所以 只有七代不可以 要 禪定公司 一定要出來 不出來 那種鴨子是暫時 就像 草子 草子 草子你不需要發 要用一個草子 草子 還願 達人 他不是 他已經已經 Mustafa 只要他人家拿起来,他操作就继续翻 所以改是只有这样而已 再来就是要坚决定位 然后从前一直到生 所以原则上第六意识分别指是借定位都有需要 那巨生子呢?巨生子就不定位不可以 绝对要的 当然这也要败,这也要败,这两种都要 但是这比较轻,这比较轻 为什么人家就要改冠? 因为你这不改冠,还不算已经解脱三戒 那是禅师给你下三二道娘 这样知道 所以分别只解决禅师不下三二道娘 他还没有解脱三戒 有时候还会在人田来回的 所以被解脱三戒一定要透过禅定 不透过禅定不能解脱三戒 然后呢 在这一段的时候还算有漏 或叫有学 那这一段就破的时候才叫做无漏 所以才是叫无学 所以这个整个都叫做守护根本 六根 所以守护根本 包括这个本文 又包括这个 第一个离意解脱 跟第二个离意解脱 这是第六意识分别指压下来 透过比较粗浅的界定会压下来 意思就是说 把第七也压下来 把第七也压下来 透过第六把第七也压下来 意思就是说 你那又不是很心 心很清晰 而就是那又是很肤浅的 很肤浅的可能只有七次而已 所以那个时候才 那个时候还不算是真解脱 要此非所欲 一点外贪嗔时都真 那就是叫做真实离意解脱 这个真实离意解脱就是解脱三界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第七已经没了 第七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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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叫阿赖也是 好 来我们看下一段 那路有人依少持戒 那意思就是没有定会 如果我得离会解脱 那这个也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还没有禁 我爱我吃我见我慢 都还没禁 要这三读禁才叫真实解脱 来下一段 若父有人依以休息立养远离 休息立养远离就是 尽量卖这些 卖财 财 名 利 尽量卖这些东西 财 名 利 那叫利养 他说如果只依于休息利养远离 而所以远离解脱 那也还不够 意思就是 我说我只依然禁止 把这个现前的解冠 而已 什么也还没解冠 无死也还没解冠 无死以来 那个巨生 所以